今天在多伦多这边是一个大雾的天气 是能见度非常非常低 还挺奇怪的 昨天还下着雪 然后今天就变成这样的 不过这在多伦多这边的冬天到春天这个过渡季节 其实也挺常见的 主要就是前天还在零下的温度 然后今天就变成零度左右 但是明天呢 明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还有可能打破了有史以来的记录 就是明天会变成17到20度左右 所以就已经完全进入一个春天的状态 这边可以看到今天的油价是买100公升 169将近170的加币 其实今天的能见度 其实算是挺低的 所以一会开车的时候 就是要分外的注意前面的交通状况 不过我看导航今天 其实不怎么栽车 所以这天还挺好的 我早上是下班 上班 要去上班的时候 然后就整个天气都是大雾 持续一个大雾的状态 然后现在已经下班了 现在就是早上差不多 就有点多上班 然后现在有点多下班 结果还是大雾 今天这天气也真的是 挺奇特的 从来没有遇到过就是一整天都大雾 现在整个能见度也算是还挺低的 现在在多伦多这边 基本上在整个北美都是这样 就是这边对疫情已经保持 已经保持了一个就是摊平的态度 然后所以说 该上班就上班 然后现在交通比较拥挤 就是开车上下班的人比较多 通勤等等 然后所以现在就是路况比较糟糕一点 我现在已经快要回到家的路上 然后我现在打算去加个油 因为今天听说好像油价 就是相对前几天要更便宜一点 然后也难保就是它往后几天 不会就是又涨到一个新高度 所以还是趁着今天去加个油吧 那普遍来说在加拿大这边 一般油站早上白天的时候 会比就是六点之后 五六点之后还要贵一点 所以普遍要加油的话 五六点去 下午傍晚五六点去加挺合适 晚上八九点之后 普遍来说油价又会比下午傍晚 五六点的时候更低一点 所以要是就是晚上下了班之后 回到家之后 然后要是更晚有时间的话 就是也可以趁着晚上的时候 来加个油 如果您的家脚然后说 那么多小时 时认得后